被魔王打出的深淵魔法藉著命中的蜘蛛子運用蛋復活塑成功復活 復活後的蜘蛛子馬上選擇縱化成鋁郎蜘蛛 然後他用技能千里眼看兩軍膠戰和城鎮的情況 勾指國竟然趁機襲擊防守不嚴密的城鎮 城鎮的情況十分不妙 今發現有一班妖精趁亂偷偷闖入吸月子所在的大屋 企圖對吸月子一家不利 領主和領主夫人慘遭獨首 梅拉座妃受領主所託帶吸月子蘇菲亞離開 但是未走到出門口,妖精已經殺到你了 雖然吸月子將梅拉座妃變成吸月鬼卷屬 免得可以跟妖精打一下 但是當波迪瑪斯走了出來之後 形勢急轉直下 波迪瑪斯覺得吸月子長大了之後會很麻煩 所以決定要馬上殺死吸月子 吸月子命運一線之際 蜘蛛子及時降到現場,出手阻止呀! 蜘蛛子和波迪瑪斯交手期間 竟揭開了波迪瑪斯的秘密 原來波迪瑪斯掌握了不應該在異世界存在的機械文明技術 而這個技術正正就是導致這個世界崩壞的原因 另一邊相 蘇菲亞和京亞的實力遠超修等人以及妖精 之後雖然京亞沒想過對修落狠手 但是想不到安娜竟然自己跑出來擋刀 安娜就這樣死在京亞的刀下 修使用慈悲將安娜復活 卻以愛令技能禁忌握 大批資訊融入修的腦海裏 導致修陷入混亂的狀態 眾人都不明所以 第二這個時候油股竟然趁混亂偷襲蘇菲亞 當然好輕易就被蘇菲亞拿下 正當蘇菲亞想對油股下狠手的時候 她出現在眾人面前 本應死去的轉身者 若葉 基色 第一點 蜘蛛字的蛋復活 首先是通過從老媽身上得到的技能產籠 生蛋然後從蛋復發出來的分身 是可以當成眷屬使用 從打到老媽的經驗來看 主體與眷屬的意識上是有聯繫的 所以蜘蛛字的平衡意識就可以利用這一點 反過來入侵老媽的意識世界 所以蛋復活屬的原理就是 在眷屬產生意識之前 將平衡意識放進去 平衡意識就可以得到新的身體 如果在眷屬產生意識之後 才將平衡意識放進去 這樣就會是老媽和魔王的例子 要是侵蝕對方的意識 要是互相同化 在被魔王攻擊之前 蜘蛛字沒有想過把自己主體意識移進去蛋裏 因為不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會是怎樣 但是已經是生死存亡之際了 只可以放手一搏 值得一提的是 蛋復活數其實是有很多限制的 例如蛋是要放在安全的地方 有例如蛋復活的蜘蛛子的狀態 是會陷入低落中 雖然各能力的最大值是不變 但所有能力值暫時就會剩下3點 包括SP都是剩下3點 要知道SP歸零就會死亡 簡單來說這個時候的蜘蛛子如果再找不到食物 它就會死 而剩下3點能力值的蜘蛛子 根本就失去了所有狩獵的能力 儲存食物的倉庫又需要魔力才可以打開 而魔力又剩下3點 根本就是死局 更不要說 中化是需要消耗大量SP去縱行 是製作團隊幫蜘蛛子海座掛 蜘蛛子在今集才可以這麼順利度過危機 第二點 人類才算是完整地把第五卷的內容說完 小說第五卷也是到藥業機式出現就停了 但有一段收對藥業的看法是沒有做出來的 我覺得是有點可惜 這裏是解開蜘蛛子藥業機式復筆的高潮位來的 大主角蜘蛛子出場 不應該這麼普通的 以下就由我去讀一次那一段給大家聽吧 然後雖然身上的顏色不同 但我認得拿張臉 就算他閉著眼睛 我也不會認錯 我在前世時 經常看得拿張臉 在我前世就讀班級女 有幾個特別顯眼的家夥 身為男生核心人物的下目見悟 身為雷生核心人物的七元美麗 或有在不好的意義上 引人觸目的真正子 也就是根案張子 不過只有一個人被他們說要來得顯眼 那美貌讓他受到男生的崇拜 也讓他受到雷生的疏遠 只有七元美麗會跑去找他麻煩 其他人則畏懼於他那難以接近的氣質 連想要跟他說話也辦不到 若葉同學 他正是早已死去的轉身者 若葉記息 第三點 不經不覺知主自己陪了我們兩季半年的時間 對於結局的感想 是有點軟式的感覺 動畫章小說裏面不少的劇情濃縮斬走 最後都可以剩下空宿的故事 在這一方面我是很佩服的 可惜的地方是劇情急廣成這樣 觀眾的成狗是沒辦法慢慢累積 最後得到書解 例如小說結尾 其實有一段博人和大小姐 即梅拉座妃和蘇菲亞結合 細藥的感情戲 波浪看到就被感動到大哭 然後就說 事情我明白了 你們倆就跟著我 我會保護你們了 還有音樂的就是 梅拉找回領主領主夫人的遺體 自己失聲痛哭之餘 都仍是會想保護蘇菲亞 不讓她看到殘酷的溫柔 這些劇情都可以令角色人物變得更加立體 讓我們會喜歡上角色的劇情來的 但為了講中道 就把這些劇情都放棄了 是有點可惜的 就好像人類線沒有辦法令人喜歡上一樣 他們太過平面了 沒有深刻的劇情 令我們和人類線的角色殘身情素 但是 這些都是沒辦法的事 畢竟蝙蝠有限 希望如果有下一季的話 製作團隊可以注意這一點 第四點 如果想和動畫接鬼去找小說來看的話 動畫是改編到第五卷 大家接著第六卷去看應該就沒問題了 第五卷剩下動畫沒說的劇情就是人類劇情來的 魔王找到波迪瑪斯之後 魔王對波迪瑪斯決戰前的宣言 是收錄在小說第五卷 莫格 題目是古老之人們的對決 但我是非常強烈建議大家把小說重頭看一次 才會有另一番的體會 第五點 今集第二十四話改編至小說第五卷 主線第七章重新 主線第八章 縱化分裂真席 間章 撲人的粉線 主線第九章 這種家貨才不是妖精 中將 暫身的淚情 人類劇情第五卷 S線第七章 後半部分 題目是露出療牙的鬼 期待下鬼再見 拜拜